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已经 已经写了这个层次了吗 各位一定会想说 那我能不能不要用这个工具 就执行这个层次 可以的啦 那怎么做呢 来 你看 这个2012这边 刚刚我们说到的革命令 革命令令这边呢 看你的平台是什么 X64X86 那X64就是64位元的 那个 那个 Intel的CPU 那以我们这个而言的话 其实是可以用 是可以用这个或这个 开发人员命令提示字员 我觉得应该可以用这个 试试看因为它太多个 好 好 好 那这时候我就该坐下 因为不然不好打之后 好 那 我刚刚把它放在 在VCCC以下的 VSHOP 好 你要知道到底你的层次在哪 它里面有一个 我们见到一个 Hello.zone.am 在哪里 好 那 Hello.zone.am 里面 好 好 我现在打 CSC CSC就是 C.sharp.caf 这个层次的简称 C.sharp.caf 然后呢 我打下去 它会便移 那便移完之后 会怎么样呢 你能看到 跑出一个叫 Crogram.ese的 好 Crogr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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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所以 你不一定要用 这么复杂的开放工具 来写明音列程式 当然如果你写视窗程式 我们还是建议 还是要用这个开放工具来写 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只想写明音列程式呢 甚至可以用祭祀本来写 也没关系 用祭祀本 用OK加加来写 甚至都可以 明音列程式 比较无所谓 好 那这个是刚刚做了一点小提示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 继续把这个程式再改一下 好吧 稍微改一下 各位应该已经学过C圆 对不对 这个C小的程式 其实跟C圆很像 那我们稍微把 我们的电子书拿出来一下 好 那 C小的程式设计 组维网路 这里 你可以看到简介和开发环境 这个大概是我们已经讲了 像刚刚的CSC 明音列变印器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看 变速运算式 那变速运算式 但是你会看到像这个是刚刚最简单的Hello 那你可以用CSC去变印 那接下来就要有变速了 变速的写法跟C圆非常非常像 另外ShareShare之所以叫C-sharp 就是它有点继承C圆的味道 那JARA其实也是继承C圆的东西 那现在的很多语言其实都是继承C圆 像JASPATE 那PHPR 其实都是从C圆有生出来的 所以C圆是 如果说万流归中文的话 C圆大概就是那种 比目前的程式 不过当然还是有一些不属于C圆这一派 那这里你就看到 OK我要写程式 在C-JARP里面很简单 比如说我写A等于3 B等于A I等于3.14 C等于H MSG等于Hello 那请注意只要是自串 自串 就一定要有双印号 在前后 在前后要有双印号 刚刚有些东西就是没有双印号 所以就变印失败 那当你变印失败之后 他就有错误讯息出来 那他有 固我这种形态 固我就是固灵质 在C圆里面 没什么固我这种东西的 那你勉强可以自己用Define 定义固我就是 就是Online CHAR 或者是CHAR 也有合理 或者是IMTE OK 但是C-JARP里面 就内间就有固我这种形态 固灵质就是真假质 基本上C圆里面 也没有什么真和假 这两种东西 对不对 C圆的假就是0 真就是1 OK 甚至你可以用Define Define的True 就是1 Force就是0 OK 那C-JARP的字串呢 之间还可以相加 字串相加的意思 其实是相连接 这一点是C圆里面没有 是算相加 就是相连接 所以把它接起来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乘数 用指定预算式 s等于3y等于5 跟s等于y 这样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指定预算式 我也可以一次写 s等于3乘以5 加8除以2 那你也可以用手算算的做上 那甚至你学C圆一定会用到左移右移 and o so之类的这些东西 那你都可以在C-SHOP里面使用 因为它的余法就是7乘C的 那我现在可以假设各位 这些C都会了吧 还是不行 我得要重新讲一遍 如果没有人提出意义 我就假设各位都会 否则就请你赶快提出意义 那他有顾我这种形态 所以我可以说 s等于2 1 and close 那如果我先告成顾我 写s等于1呢 抱歉他应该是会错的 因为形态不相容 好 那我可以写a等于s等于y 等于and的and 是逻辑的and 如果我只写一个and 只写一个and 只写一个and 是位缘的and 所以不能放在复合上面 只写一个and 你要放在整数 或字面的那种东西上面 那写两个直线的all 就是逻辑的all 写一个not 这个近看法就是not 但是如果我写成整数 整整数呢 那一个and 就是位缘的and 位缘的and 一个all 是位缘的all 你就要把它还原成二性位 再去算 你才算得出来 它到底结果应该是什么 OK 那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稍微测试一下 诶 像这样一个程式 我把一堆乱七八糟的 呃 面算写在里面 那它到底会怎么样 那这个呢 可不可以执行呢 来试一下 位置 你刚刚的那个程式不是hello吗 hello 现在我不要hello 我把刚刚的程式放进来 你会发现我的排感不是很好 对 排一下 两层 两好的程式人员习惯 排版 至少不要让你的主管 在看你的程式的时候 觉得一团乱 那它应该会很不爽 所以呢 OK 我们现在把它排好 那接下来你会想说 那我这个是要做 像刚刚的concel line那样子 输出来硬硬看 那我告诉各位 有你用了好的排法工具 就有它的好处 所以不一定要硬 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现在呢 停止真错 要先停止 因为这个还在刚刚那边 那我开始建置吧 好 建置 你看成功了 没有错 那我怎么知道 我到底这些运算 到底算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没关系 这里有真错 真错 真错里面不是有个 逐步执行FCE 那你要进入韩式 或不进入韩式 FCE是会进入韩式 在我们现在呢 用FCE都比较差 所以呢 我就按FCE 好 你会发现一开始 它执行在这个第一行 就是挂号 再按FCE 好 再执行一下 好 S变多少 3 YN 还是0 因为Y等于5还没执行 执行完Y等于5了 再继续 S等于Y X变成5 然后到这里 红色 好 它还有一个11 好 这时候呢 欸 它这里自动变数 它还自动帮你出现 你很想看的变数 因为这一行 变数 再来 按那个C 你会发现 T变True了吗 T变True了 U A A A T True A B D O U True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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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它是True B等於sN的Y 或者是sRod s是20 y是5 OK 所以現在sN的Y 就會變成是 B sN的Y變成4 為什麼是4呢? 因為你要把它弄成二進位 再去做N的運算 才可以知道它為什麼是4 E等於sRod Y 和F11 繼續執行 E就是這個 sRod Y做O 結果是21 OK 那我們透過這樣子 我們 就算不用 印出來 我也可以大致上了解它的 程式執行邏輯 和行為 那現在呢 就請各位 去 稍微 把這個東西 上進去 上進去 然後呢 我就幫在上課 錄音這邊 那 你就去看一下這個 這個 應該算是我們 課本的第二章 稍微執行一下 最後的那個程式 點進去 自己看一下 好 那這樣會比較適應